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主义 主义的这个 4-3-1-3 这个点位叫做 unified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 unification of the front unification of the front 或者就统一战线 战线的统一 统一战线 我们会更加加这个united front united front 它代表人物那些多了 代表人物多了 这个时间的代表人物就多了 统一战线 它不一样的 它是合理的 这个外面的 外面那一部分的 那我们之前说4312这里面啊 它是和你的至下的 你至下的那些 形成这么一个4312的关系 那么这个4313是和你外面那一部分 外面那一部分的 他们的目的论上的一个差别啊 这里就直接讲了下来 目的论上的一个差别 左边是只管生产 自己自主生产 维持自身啊 自己自主 自己维持自己啊 维持自身 这些自我维持吧 自我维持生存 那右边呢就是组织生产啊 组织生产活动 右边呢是要这个生产活动当中的生产关系 所产生的一些异化 有人买单啊 要负责 要负责 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关联 就是说发生一个冲突 就是说他实际上啊 他是具有外部性的 就是这里面那个冲突 就你知道什么叫统一战线 你妈妈 你这里你就听懂了 就是你要让他负责这些人 那是什么人呢 他是地主 还有开明示身 对不对 开明示身 就是地主了 开明示身 这些人让要让他们负责 目的论事要让这些负责 让这些清空 其实是你主 你让他们负责 就是你间接的 他们直接的要要负责 要出钱出粮啊 要要要要认购啊 要要要合作啊 负责要合作 他们要合作 那么在这里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就不合作呢 他如果不和你联合 他和外面那些联合怎么办呢 那这两个就是冲突的 我所以你你就明白 就是说你强迫要求他们 为他们的那种前现代的生产关系 或者说异化的生产关系 所造成的所谓的经济的外部性啊 要让他们买单 他如果 就是他虽然他那个庄子 可能还在你的治下 他活在里面 但是他和外面的其他的士绅 那些保守反动士绅 联合起来怎么办 他有这种可能性 这两者之间的 所以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矛盾 是有冲突的 是有矛盾 是有冲突的 这个你就让他自发生长 自己发挥他的自发生长起来 你知道 所以这个这个是要有前提的 这整个是要以四纲二为前提的 四纲二把它解开了之后 他才能长出好东西啊 那你要长出好东西 同时你要面对一个历史现实里面 就是他还有一个这么一个 还能指名道姓的说 哎你这样拨军农民不行 你产生这样恶果 你要买单 你要到到我的这个乡政府里面来啊 这个负责啊 我好一点的给你一个名义嘛 还有个兜义局的一个名义啊 哎呀负责 你要出钱出粮来弥补这些过错 懂得吧 那么这个是 这就这是很强力的 这方面看看起来很强力 但是由于他是四杠三的 所以这里有个协调 就是台面上让他们就具有代表性 好了 那这两个东西要协调 所以一定要避免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跑出去之后还能拉到外远 他是湖南本地的乡村啊 举个例子 哪个县呢 哪个县呢 还能跑到江西 或者跑到就是跑到湖南 湘北本来是湘南的跑到湘北去 然后找到外远 所以要调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就要进行 大家要 大家要就对齐嘛 就是要对齐 要统一战线 就这么简单 要统一战线 本地论就是要统一战线 你把这个front line 最前面那个front line 给他对齐 这个对齐的是对齐 要对着谁的 就是反帝国主义啊 反帝国主义 危害最大 反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危害最大 所以在这里面 这在四二啊 不是 在四三一二和这个四三一三里面的 这两个其实都是所谓的三三制啊 但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啊 他们三三制是不一样的啊 你形成这个统一战线里面的这个三三制 是三分之一是工农的代表 也就是这个CP本身 CP本身 然后三分之一是啊 进步的小步而起来的左翼啊 小步左翼啊 还有那些民资啊 民族资产级左翼 还有三分之一是所谓的开明士绅啊 开明中中中立的中派的中派的开明士绅 老官僚老地主阶级开明士绅 那也可以说一些老买办啊 反正老有钱人 这个是中就是他是底层中层上层 这么一个三分 这么个三分之一 但是在四三一二里面的这个三三是不一样的 四三一二里面的三三是不一样的 四三一二里面的三三是我们自己人占三分之一 自己人就是这个团体CP这个团体里面的三分之一 P和A啊 P和A的代表 其实A的代表那些人物其实也是P了 就Vanguard的Vanguard本身占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是就是支持我的人民当中的代表啊 就是农民代表啊那些是那种你懂的 他们三分之一他们是他们不是Vanguard的 他不身份不直接是Vanguard 但实际上就是玩死硬是听着我的 他们是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三分之一 往往就是你这个农村里面哪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啊 基本上没有的 也没有什么小布尔乔亚左翼之分子没有的 还有的三分之一就是那些开明示身啊 开明示身啊 所以说你听我的开明示身 你不听我的就是反动保守 什么开明中派就是他既然在我这里面 我总不好意思说他还是右派吧 我只能说他是开明的中立的 所以这这两个这个三分之是有差异的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统一起来的这个 这个统一起来的这个站阵线啊 这个这个这个三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因为我们也就确实只占三分之一 不像这里面我们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啊 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 另外这个三分之二是让他过来买单的 是过来就是出问题的 他要负责的 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看上去都是三分之二 实际上有差别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我就是经常把difference说错 啊 大致要明白啊 他们的这个目的论上呢 就是反帝国主义 反帝国主义 协谈就是反帝国主义 由于反 所以通过反帝国主义来来表明什么样的叫生存 叫生存 维持起来的是生存 什么样的这个负责 你是负到尽责了 负到尽责了 你没有帮助 你就说你是这边的 你没有帮助帝国主义和他的买办 和那些保守的士绅 保守的封建力量 你就已经是可以了 可以了再再加上一点点帮忙 就是你不捣乱 你就已经是 而且你愿意加入进来 你就是愿意出一份力 是一份力 有多少事做成 啊 有多少事做成 大致要明白啊 大致要明白 这里的anti-imperialism imperialism就是这个 他的调和 目的论上的一个调和 就直接就是目的论上的一个调和 他是啊 然后那个 这个是当时 这个这个发生的原因啊 本体论上呢 本体论上 本体论上 这个发生的那个否定性的力量 否定性力量 是 是帝国主义的自否定性啊 帝国主义已经陷入疯狂了 已经陷入疯狂了 比如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啊 他就甚至疯狂的要进攻本土了 带领人战争 他都不满意了 那个什么直系 凤系啊 晚系 这带领人战争 他不满意了 不满足了 为什么 因为要输耶 他带领人战争要输 他刮盆不到果实了 因为当时的这个蒋系啊 他实际上是英美的代理人 要恢复远东平衡了 当时这个日本 他就受不了了 他作为一个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 他自己疯狂的自否练习 你说这只是日本 英美没有疯狂 不 整个全球帝国主义啊 他是一整个 可以看成 他是 日本只是他的一个 显现 他的疯狂 那种军国主义化 包括什么德国纳粹啊 日本法西斯 他实际上只是当时的 整个世界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个 最丑陋的 最邪恶的那里面 他的自否练习诞生出来 自己咬自己了 邪魔妖令 自己干上自己了 当然过程当中受损失的 受践踏的土地是我们的土地 受损失的是我们这些 半殖民地国家的老百姓的生命啊 尊严 所以 他是个自否的一性 没错 但是他也是一个 同时也是造成很多邪恶的后果了 我并没有说 说他是个自否的一性 就限说他的那个对外的伤害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并无此意啊 那么他的肯定性 肯定性在这方面则是一个历史传统 历史传统啊 历史上的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是一种革命的 一种先进的 就是nationalism nationalism啊 他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是具有一种的历史的 未来性的 必然性的 这种nationalism 他本身是具有socialism的潜能的 大家要明白 这是这里的肯定性 或者我们 我们要讲的是这里的就是说 现实的肯定性 这还没调和 还没调和 我讲的就是说 当时这个nationalism 他的肯定性就变成 其实是一开始是一个纷争 一个状态 纷争一个状态 纷争的争斗的 谁能代表这些人 那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nationalism 他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他就是来自于前面那个4312里面 认识论的那个一阶的 一阶的代表 代表性 一阶代表性 一个人头 一个东西 他还是处在这种理想主义 一阶代表性 一阶代表性 一个人 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所谓的有大多数 大多数 大多数 人口 就是按人头算 人头论 按人头算 按人头算 大多数 一个人 一个单位 这种来幻想一个大多数 他这种认识方式 这种认识方式 一阶代表性的这种认识方式 他其实 隐含的就是nationalism 他隐含的还是在一个种群 一种种群 明白吗 你们大致要明白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 你可以看成是 这个是 这个是4-3的一个理论局限性 是他的理论局限性 他的理论局限性就是这个 就是他的理论局限性 和那个4-2-1里面 也有理论局限性 4-1本身 也有理论局限性一样的 他都有思维方式的一些 禁锢在里面 但是这个禁锢 对于具体的人来说 他说少数也很重要 就是关键问题就是说 我跟你讲 关键问题就在于 就是说为什么 少 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M他也会说 少数的意见也很重要 也有的时候是天才的洞见 也是什么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 那你为什么要去炒 多数少数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去认为多数和少数 我们要把朋友弄得多多的 把敌人弄得少少的 为什么这个问题意识会 集中的出现在M的头脑当中 因为他具有这种问题意识 这种问题意识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它具有朴素的 这个历史的必然性 它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它就是用来作为一种肯定性 来和这个capitalism 那种疯狂的否定性做对抗的 它在当时疯狂的否定性 就是少数人口优越论 人种优越论 它会有少数人口优越论 人种优越论 但是它那个不是观点上的 这里的强调这个少数 少数人的意见很重要 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 少数人的生命很重要 少数人的意见 它的真理性很重要 但是当时的资本主义 当时的帝国主义 就发展到一种穷凶极恶的状态 极端的一种状态 就变成少数民族 少数人口 它生存比另外大多数 绝大部分的其他的人类 要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就是说 所以当时的肯定性 对于这种否定性的一个 直接的回击 直接的回击 它就是后发民族 落后民族 或者被伤害的民族 它的人口规模 或者它的那个 就是历史功绩是以人多人少来衡量 还有就是战争罪孽是以这个受奈者的人数多寡来衡量 当然是有关联的了 而且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了解吗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它就当时直接面对这种帝国军的最丑陋形态的时候 这样一种 它是有历史变成这种思维方式 但是我跟你讲 它作为一个肯定性是当时的本体 它当时的一个本体 我们叫做机体的力量 机体的意志 就是大家联合起来 人数上就压倒 人数上就压倒 但人数真的能不能压倒呢 其实未必 人数不一定能未必 那当时那么多会战 所以人数都是绝对有史 但是都是很多都失败了 或者就是不停的在退啊 我说这是 了解吗 他当时这个肯定性就是说 他为什么就人数主义 按照人头来论 人数来论 他会一定会导向nationalism 因为他在这里还是把人当成基本单元 而没有把人的关系 他把人当成一个个人当成基本关系 那么这个人一个个人的 他就还是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的在把握人 他还是在抽象的把握人 有抽象性的维度在把握 但是这个抽象性的维度 面对这个否定性 其实它是解放性的力量 它是好的力量 它是对的力量 这个抽象性是应当有的抽象性 贪定露母 这种抽象性出现在贪定露母 出现按人头收税 还有就是说 人口多就应该更多的 就是照顾他们的生存 或者这类的就是 这是朴素的平均主义吧 我说的朴素平均主义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说 把人变成抽象的人 他这种抽象度就是 结成一个 往往会 他的抽象拼合起来的单元 是这个nationalism 这种抽象度很快 就是他一级代表性 又很快变成家庭 因为他每个人都是较为抽象的人 如果较为抽象的人 又是自我能够维持自己存在的一个较为抽象的 那么就是家庭 家庭可以补养补育后代 这一级代表性后来就会导向家庭 家庭会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那个4-3-1-1里面 它也是像一个家庭一样 亲缘性 亲和性 4311里面的 有一个家长来组织经济活动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发现 从属人头变成属 属这个门户 有多少户 它是一个连贯的 然后再有属户 这个户家庭 家庭之间可以互相结成紧密的这个经济交往关系的 那是什么就是民族了或是一个地域 然后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习俗 共同的这个经济活动形式 互补的经济形式 它是形成一个民族 它是基本单元 这都是它都是它历史当时所带来的那种肯定性的那个未免 肯定性未免使得这种统一 统一战线连结变得可能比较好连结起来 比较好连结起来 那么这两种 这两者之间也是被调和的 本体论上也是被 就是一方面 就是说 我跟你讲 就是说 它是肯定性 但是它是现实肯定性的那个维度 它也是有问题的 它也是有问题的 它也有问题啊 它也有问题啊 它当然也有问题啊 它这个肯定性不是说就是 它会导致当时的这个四纲二的运动 没有办法贯彻下去 四纲二模式搞不了 因为它可以给你抠包子 必然性但也是个历史局限性 但是这个必然性 我们看在呃 在我们的M的身上的一个超越 也顶顶仅仅是把它专题的问题意识化 但是这个问题意识没有被得到非常好的一个解决 其实也是 就是它后面失败也是 失败的原因也是在于此了 也在于此 不少数人就带着精英的意见 然后大多数怎么怎么样的 You know 就这个辩论法 其实它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就是对 就我们现在把它抽象化来讨论 抽象起来的讨论 就是说在这里就有一种 有我们能看出它的脉络和 我读完 we can see 它会变成4242是吧 4243 变成4243 好吧 我这种明确就是4-3 其实它是代表人物 就是我们的M啊 我们的M 还会变成4243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is 你要好好想一想 他们这些东西都是在问题的脉络线索上 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 我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的启发 就是这个历史的这个局限性 或者这个历史的变然性 当时它是一个和这种帝国主义的否定性 是起冲突的 起冲突的啊 他们之间相互之间是冲突的啊 这种冲突关系本来本来在4-2那边本来4-2这里的一个冲突关系 它这个否定性 这里的否定性不会变成那种 而且在4-2那边这个否定性还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否定性 而不会变成那个帝国主义内在的自否定性 这种自否定性它已经是病理化了的短路了的啊 已经变成一种极右翼了 这个力量已经被扭曲歪曲了啊 但是它还是一个否定性 但是它是一种啊 爆裂的抽象的否定性 不是个具体的否定性 这个否定性就不像4-2里面的否定性 它能够走向啊 那个L主义它不能走向L主义 那么这这两者之间的协调 就是被一种人民对于幸福的一种向往啊 人民的一种享乐或者一种快乐 那这种幸福感是什么呢 这个幸福感是是那个你弄得像个大家庭 大家庭组织生产弄得像个大家庭没法提供 没法提供啊 你弄得像后来那个东西是这个很稳当 就是相当一个是一个互助啊 协作的协作的协作的一个这么一个 就有人给你负责也没有办法 这个不仅是个大家庭还是个非常清正联名的一个官府 也没有给你提供 那是什么给你提供啊 就一定是只有民族才可以给你提供的 只有民族才可以给你提供的 什么 认同感 认同感 identification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identification 这可以翻译成就自居 自居 只有identification啊 就自居 就是可以有一个理想形象 然后居为其一的那种认同感啊 认同感 这种认同感也是幸福感的一个来源 你为了要生存也必须有这种东西 you have to to 你必须要有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4311给不了 4312给不了啊 给不了 都给不了 给不了 你有个很好的 你的这个实践 什么弄的其乐融融像个大家庭 你这个实践弄的非常了不起 像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单位啊 你可以说饭非常好的一个单位工作单位啊 全则直接是统一的工作单位也不行 也给不了 只有靠这个才能给出 只能靠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是能够克服差异的 他能克服差异 他克服的差异 而且他是在想象层面啊 他是在想象层面克服差异的 他能够在想象层面克服差异 这个想象层面克服差异的这种力量 叫做同一化的这种力量 同一化的这个力量 可以让你 只有这个东西 才可以让家庭关系再生产 才能让家庭关系再生产 家庭关系再生产 再生产 才能实现家庭关系再生产 才能实现家庭关系再生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 或者就是一个种群再生产 种群再生产 为什么我要就扯这么远 好像哎呀好像哎呀我我能够 就想象我们属于一个 就种你知道吗 就关键问题在这里就是一个种 种 种 种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 啊 它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啊 种本身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啊 种本身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 人种 人种 人种性啊 它一定要需要这个民族化 就是nationalism和这个socialism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是远比你想象的又复杂 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得到 摆在s面前 乃至于摆在t啊 t本身是个犹太人 摆在s面前 s他永远 他当时t很强势的时候s也主管这个national有个问题的 摆在s面前 以及摆在m面前 我们的m面前的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这个东西啊 和这个s和这个socialism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远比state state appellitus 这个机器和这个socialism的关系 要复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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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icated 就是说 你包括当时的这个unified front它的构造 它一定要借助这个抽象想象层面客服差异的一个统一化 那么对于具体的你治下的这些老百姓来讲 对于你治下的这些老百姓来讲 国族化的认同 这国族认同啊 这其实就国族认同了 国族统一中华民族吗 国族认同 它的它的它的这个结构呢 它的一个 这是最强音啊 这个是时代最强音 当时整个这个统一战线的设议 是时代最强音 它是就是就是 撒泼在就是 四万万黎原的内心最深处的 是 这个东西是要被建构的呀 你以为那当时比如说当时那个满清时期 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么强呢 就是就是在外外武面前 这东西是慢慢生成的发生的 当然它有悠久历史传统 但它变成那种现代意识 它是有它的发生学过程的 这是一个发生学过程 因为它是对于家庭关系的在世战是很重要的 啊 富和子 富系和子 因为我们的生产力 它还是个富权制的一个 那个时代 还是富权制主导了一个农耕文明 啊 富权制主导农耕文明 带有竞技主义色彩的啊 小鼠木业啊 这个小规模农业啊 自根自根农的这么一个经济形式 它在这里面要实现家庭关系的再生产 它当时还只能 你一定要向这个历史力量妥协的 只能依靠这种想象层面 克服差异的这种同一化的 它很大的一个维度 很大一个 就是 这是主次矛盾转化的 在你这个没分田 没有确权之前 主要矛盾当然肯定是 大家都是 啊我们 啊 父子公农一条心啊 就是啊 要要先先先把这个 class enemy给它搞搞掉 你知道 你这种缓和了之后 你会发现帝国举这个时候 呈现在你面前 它不是首先 以资本主义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 它实际上 它首先是 危及你的 种群的延续 危及你的种群的延续 危及你的这个 我这个民族 我这个人种 本身的一个延续啊 是这个更急迫的一个危险 在这个更急迫的危险当中 在这种恐慌痛苦的局面当中 那种耻辱的当时被被被侵占被怎么样的 其实不是有各种你懂的吗 就是那个过程当中残存那点幸福感 就是这个时候不叫幸福感 应该叫自豪感啊 当时的那个自豪感 认同感 就是自豪认同 我们不会内斗 停止内斗 兄弟细于强吧 就是 同于外伍 这里呢 兄弟啊 外 外伍啊 这些概念 看上去都是啊 那是knowledge的民主主义概念 它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的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之所以邪恶在那个时候 是因为它是帝国主义 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一个比较高级的 他的国内矛盾太狂野了 是整个全球的那些跨国资本的那些帝国主义 共同造的那些 但是军国主义觉得他的那个 他的那种邪恶也是一个主导性的很强的一个要素 但是他们是同一个锁链 你不是说他借了好多军事债务吗 借了好多这种军事债务 那本质上是一样 是一根神上的一根神上的妖魔 你懂吧 是这个意思呢 呃 你没有没有美国的姑息纵容 或者说 对他啊 你知道日美关系 在二战之前他有蜜月期了 然后后来转向德国了 你了解吗 他们之前就是 有一段时间好像美国就是日本的宗主国 类似的这种关系 然后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是 好像又和英国接近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 今天这个和那个好 明天这个和那个好 完全就是 他是来自于股票市场的异动 或者来自于这个全球这个 帝国主义那些资本 他相互之间的一个敌对关系 或者说一个互相利用关系的一个 他是 一天一个样的 不停的在变 啊 关键里他们就是互相提防 互相利用 你会发现 非常奇特的是 他们的竞争单元 也是以Nation State作为单元 也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单元 了解吗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啊 这个从 我说的一阶 按数人头数 然后数家户数 然后数这个 民族个数 按这种方式 它是人类的组织模式 这个组织模式 是当时的 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 你说是个局限性吧 对不对 你这样是个局限性啊 它是个局限性 它是个局限性 它是一种共同体构造的 一个局限性的模式 因为它在这种构造 其他共同体 语言交流成本最低嘛 语言交流成本 其实是个很高的成本 都是通过同样的话语 以及包括他们的生活习俗 包括他们的这个肤色 这肤色其实 它有一些免疫学的 生育学的 遗传学的一些要素在里面 这些相同的生活习性 相同的一些 遗传病 就是在这个局域里面生活 就适应相同的这个生产模式 相同的一些人文观念 道德观念 都是历史学性了 你强行的要跳到那个 完全不顾这些差异的那个时代 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的 也没那么简单的 不可能的 你的主流国家都要有签证 都有护照的 所有的国家都要签证 都有护照 对外国人进来 要进入这个严格的审查制 严格的准录制 这是一个这个是 这个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决定 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决定 是要持续蛮长时间 因为语言 除非有非常高级的人工智能 翻译语言的那个 翻译不同语言的那种那种 那种机器出来啊 就是就想 啊 否则这个这个差异不会 快速消失的 啊 我扯远了 我扯远了 然后 其实我们在这里已经把这个 场舆论上的这个 3加1啊 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这里这个就同一战线 啊 现在就是它的时间内容就是 协商会议了 就是协商啊 那个那个那个你懂了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时间单元 然后 在这上面啊 这就不是versus的 是是一个 啊 中介的关系啊 建设者 这个建设者 你知道当时要复周 要通过军事冒险呀 要要搞什么西安会议啊 西安事变啊 然后上面是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 其实这个历史就是个紧迫事 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 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历史 就是它有什么 历来有同文同种的这个 这个历史啊 好像是不是 他不是民主史 他这个历史其实是战争的啊 其实往往需要战争 要一个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 它是会越来越紧急 一直是紧急状态 啊 越来越紧急 所以我跟你讲 就在这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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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啊 这个这个这个中介过程 它是是和这个 它完全是和这个纳粹是反过来的 纳粹就是 它是反过来的 纳粹是反过来的 纳粹就是 它 刻意创造紧急状态 它刻意创造紧急状态 刻 它是刻意创造紧急状态啊 刻意创造紧急状态啊 刻意创造紧急状态 在一个就是快要亡国灭种的那种啊 非常危险的危急的一个状况 不是刻意的 而只是我们顺势而动 我们去啊 我们去以它作为一个契机 尤其是以当时这个 东北军啊 你懂吗 啊 你懂了就是那个发生的那个 西安的那个事情啊 以它作为一个历史契机 就是要这种紧急状态下的一个契机 以这样的契机 一定要这个要找到契机的啊 这要找到契机 因为这个这个要把这个前沿给它对齐 结合起来 把这个前沿给它对齐 相互之间不要炮火对着自己人 要一致对着外面 这个要历史契机的 这种整合要要历史契机 而且要要要有领袖人物的这个 伟大的了不起的这个决决断的决断的 当然那个那个 CKS这个闹阁不算啊 他是被逼的啊 被逼的 他骨子里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他甚至都不能叫他一个 就是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啊 他实际上是个代理人啊 本账是个买办啊 他代表买办的利益啊 你战后秩序看看就看出来的 有个金融利益 各种金融利益的割让 这种对美的啊 就是实际上就是个儿皇帝啊 儿皇帝啊 那么这个时候得实现了一个民人民 这里的人民就是啊 一个统一的一个民族啊 一个共欲外伍的一个共欲啊 外伍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 他是代表一个先进力量 是用来反抗帝国主义的 这种民族主义他是先进的 他具有社会主义性 因为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就是要挫败你的这个 或者是要促成你的这个帝国主义的自我否定力量 彻底的把自己否定掉 你激进的军事冒险就是助力失败 那我们要通过抵抗你反抗你啊 反退回去啊 不让你们投降让你们失败 让你们就是加速你们的瓦解 加速你们的崩溃 加速帝国主义的瓦解 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啊 这这这这一种民族主义是了不起的 是伟大的 是了不起是伟大的啊 是了不起是伟大的 它有历史局限性 那么什么能够没有历史局限性 我们活在历史当中就肯定有历史局限性啊 对不对 哦 他他他他 就是而且我们 你你甚至要考虑到就是说 呃 人类比较 要 良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就我们 很好的很好的处理好这个问题 也就我们 也就我们 所以你可以说 时代精神还依然在我们身上 时代精神依然在我们身上 但并不是以此自居就是 非常了不起或者怎么样 不是就实事求是来讲 我们要 我们面对挑战 面对困难 我们要去想办法 但是你想像美国现在那个样子 现在那个样子是什么 手 手持一袋彩虹堂 然后 然后 就被怎么怎么样了 另外一个手持一个什么 然后弄死两个什么什么 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是美国那种状况 我只能给两个字绝望啊 绝望 就两个字绝望啊 就这么简单 然后他的认识论上的这个一啊 也是一样的 认识论上这个一就是一个 一致对外啊 一致对外就是那种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 这个外 但是就 没有二阶化的把他们妖魔化 没有二阶化的妖魔化 妖魔化没有的 他是一阶的 他没有二阶化的妖魔化 一致对外这个外 他依然就是说 是实事求是的 因为就是说就是大多数了 大多数 大多数 你最近有一个论调说什么 啊 不是大多数啊 说是就 知道我都不是说的 就是 我跟你讲 你比如说某某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闹阁 他就说当时日本是什么一个 什么朝野是博弈失败啊 博弈错误犯了 都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然后说当时日本的那些人民也是有罪的 也是有问题的 我说这是你说说说说的出口的话哦 这是一个一个社会主义者说的出口的话 他自居什么工业党 我就我就想你就是有没有背叛这个 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初衷啊 你说这种话 我记得是他说的啊 这个是在一些 呃 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节目里面说的 还是采访里面说的 我觉得这是很不能这样说啊 就是在认识上这个一还依然要保保有一个就是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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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道者必然寡助啊 失道者寡助 失道者寡助 就是帝国主义那边 他肯定是少数人阴谋啊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那边肯定是少数人的阴谋 少数的阴谋 那还有为什么说当时日本的民众也要支持这个 他不是支持他没办法 他没办法 他的他的精神的判断力已经被剥走剥夺了啊 资本主义的那种啊 那种非常残酷的那种让他们无暇去思考 没有能力去思考啊 没有能力去判断得失对错 有点吗 包括他 他也不是没有思考啊 他当时也有风起云涌的 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红色的力量 全被杀光了 被干光了 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始终要明确认识到 这里 所以这个疑势论还有一次大多数 关键是认识论 这个大多数这个观点要坚持 他这个认识论是要坚持的 你这样看 那事事物就能够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你连自己都不相信 你自己都在把它推到对立面去 把那么多老百姓推到对立面去 对不对 那你就是是邪恶的 你这样搞是邪恶的 他就不能二阶化 这个叫拒绝二阶化 拒绝二阶化 这个认识论上拒绝二阶化 是他力量的一个来源 是他力量的一个来源 但是就是在情势很危急的状况下 情势很危急的状况下 他就没办法二阶化 二阶化的话 他要搞那么多的那种主持矛盾 敌我关系 太复杂了 他直接就来一个就是 就是一小撮 那边的军国主义者 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邪恶的 事实上是一小撮 他们全国家族 摟起来可能不超过十万人 就是很 那就几千万人口里面 就十万人 那十万人胁迫压迫着 他这个军事力量不仅是对外侵略 他对内也是残酷统治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他甚至他们当时那个力量已经 诡异到连他们自己的那个至高的那个 是不是说内阁 或者他也被胁迫 那么很夸张的一种状态 很夸张的一种状态 他的他的这个矛盾啊 已经是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 连他自己的统治体系都有可能 如果他不不这样啊 铤而走险 他自己统治体系就崩溃 所以那一小撮人 他就想了 那我干脆就这样 至少他们达成了共识 达成了一个邪恶的共识 有对吧 you have to understand 所以这里坚持这么一个一阶的代表性啊 拒绝二阶化的这个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是逻辑是一贯的 逻辑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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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逻辑是一贯的 他和我前面讲的那个逻辑是一贯的 他说我们 就是他现实如此 就是这样 事实上就是这样 事实上这个 虽然他邪从的人口 对吧 他侵略到地方上那些被他 那个殖民统治的邪从人口 难道也要算在里面吗 不是的啊 当然不能算在里面啊 永远不可能是他的支持者 只是被胁迫了没办法了 被他控制被他被他绑架了 永远不是他的支持者 永远不要相信说什么 哦整体的一个战略失误 放屁 这帝国主义者可以代表整体吗 可以代表这个民族共同体整体吗 他们是他们是虚假的代表者 他们是错误的代表者 他们是真正背叛他们的民族利益的 你知道这些军国主义者是真正背叛他们 真正老百姓的民族的利益的 真正的切身的利益的 没有办法让他的民族变成一个先进的民族 让他的民族变成一个能够反抗帝国主义 在全球的掠夺和肆虐的一个正义的民族 所以这些人他根本没有什么什么 民族整体的战略失误之马事儿 没这种说法 他不代表整体 他没有合法的代表性 你如果有一些专家学者说什么 他们就是当时是整个日本的 他什么这个有战略抉择的整体事物 他如果这样说的话 他实际上是在 乱说话 乱谈情 说很邪恶的话 很错误的话 这个要弄清楚 要弄清楚 认识论上这个 要拒绝二阶话 不要搞什么复杂的 因为你你站住这个东西就是 绝大多数人口 所得到多主就是多审主 如果这样弄清楚 这是弄 了解吗 他是义惯这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哪个 多数觉知一阶 你会看到在L主义那边 就已经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实践的环节 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环节 就是一阶的多数觉知或者代表知 这么一个大多数 它具有历史时代性 而且它其实是capitalism内在的 比如说股份的 它的这个多数觉知 董事会的股份的多数觉知 它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 它具有一定的时代精神 只不过这种符号学机制 它发生在不同的层面 不同的层面 发生在最抽象最异化的资本层面 或者发生在一个最现实的 最伟大的一个现实斗争 现实的生存 自我防卫 一个抗击外物的一个层面 发生在不同层面 同一种符号学机制 发生在不同层面 它你可以看成是 这种历史性运动的自我否定 但也可以看成是 你就说我们不要去设立 它们中间有某种同一性 我们也不要去幻想 某种同一性 就是如果你去幻想 这里的这个多数觉和 那个多数觉 它都是一种什么自律性 是错的 It's wrong It's wrong 你应该说这种符号学机制 它在背叛它的那个抽象的 抽离人的异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而实现它新的历史当中 新的一种可能性 一种社会主义性质 完全是 了解吗 你大概要明白 就这种组织模式 这种团结模式 就是共同体力量的一个 这个这么一个凝结模式 它是 就是就像音乐一样 音乐那种崇高伟大的音乐 既可以被纳粹来用 也可以被我们拿来用 鼓舞我们自己 这个东西在符号学上 它具有一定的忠性 所以这是 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承认一点 所以有些符号学模式 它具有它的忠性 或者说我们可以 就是这也是希望之所在 你知道吗 某种意义上 这是希望之所 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 克服这种分裂的一些可能性 一些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 要发生为现实 只有在意它 这个现实的矛盾 最冲突最激烈的时候 它才变成现实 变成现实 这很吊诡的 很吊诡的 这非常吊诡的 我们要看到它 有贯穿这两维的可能性 只有当现实 真的两极分化 对撞起来 才能看到它有贯穿两维的可能性 否则我们永远只能说 一个是另外一个侧面 另外一个侧面 或怎么样的 了解吗 这非常有意思 这二元论的发生 就这种一个 抽象符号学模式 它的一个 两极 它一定要介入现实两极化 以及现实的这种 矛盾运动 它才能把自己 二重化 It's very interesting 但是 这在思辨上有意思 我并没有说 就是 要说这些过程 不是什么严肃的 或者是 壮烈的 悲剧性的过程 实际上是非常壮烈的 悲剧性的过程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 这样的 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